而此刻杨千玉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脸色微变 他单打独斗能够应付这些人 但是对方联手 他根本无法招架 刘云苗此刻也是面色阴沉 连杨千玉都不是对手 他一个补天镜初期的 根本阻挡不了这些人 只是此刻却依旧义无反顾地 站到了杨千玉的身前 看来你们还真是新奇呀 今天我就好好地收拾一顿 你们这两条中拳 叶辰 我们要打你的狗了 你还不出来吗 一众弟子此刻猖狂无比地大叫道 一个个笑容猙獰 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而此刻杨千玉听到这些话 也是勃然大怒 身上气势陡然爆发 无尽浩荡灵气 伴随着鸿蒙之气 在身后凝聚出了一尊道人虚影 这道人先锋道鼓 仿佛无上存在一般 充满着辉弘的威力和浩荡的威严 道人一出现 雷蓉等人的脸色都是微变 他们发现杨千玉的实力 比之前又精进了许多 怪不得敢在这里护着叶辰 原来是又长本事了 不过你以为这样便能挡住我们吗 雷蓉冷笑一声 身上气势同样爆发 浩荡的荣天火焰冲销而起 仿佛要将天地都炙烤消融一般 可怕的气势震荡 他身后凝聚出一尊火山虚影 此刻一道道惊天动地的阵响 接连响起 其他内门弟子也纷纷爆发气势 狂暴的力量席卷 在身后凝聚出一尊尊气势 恢弘可怕的虚影 你们这群无耻之辈 既然想要一战 那便来吧 杨千玉看到这一幕 眼中却爆发出了无尽的战役 战斗之中的杨千玉 与平时的平和谦逊不同 看上去野性十足 也爆发出毁天灭地的浩荡力量 道天无极 一剑破还宇 杨千玉怒吼一声 手中长剑浮现 在身后的道人虚影手中 也出现一把长剑 长剑绽放出可怕的森寒风锐光芒 仿佛要刺破诸天一般 随着杨千玉一剑斩下 天地都仿佛要裂开 道天无极剑 一剑之威震慑万古 雷戎等一众内门弟子都脸色微变 眼中浮现一抹忌惮 下一刻纷纷抱起出手 火戎 出天楚 雷戎怒吼一声 燃烧着狂暴火焰的金刚楚 绽放神芒 陡然迎着杨千玉的长剑爆杀而去 与此同时 其他内门弟子也是纷纷爆发 一道道狂暴无匹 气势磅礴的神通席卷而出 天穷在这一刻变色 日月仿佛都要被轻覆 寂灭星空的可怕碰撞爆发 倒海衣衫的可怕冲击 瞬间席卷 杨千玉手持长剑 与众人神通碰撞在一起 他的力量强横无匹 爆发出锐不可挡的力量 但面对众人联手 却终究难以抵抗 下一刻 杨千玉身后的道人虚影 陡然破碎 而他的脸色也瞬间苍白 遭到了严重反噬 口吐鲜血倒飞而出 而在此刻 树道神通却没有丝毫迟滞 依旧向杨千玉爆杀而来 仿佛要直接将杨千玉碾碎 彻底抹除 看到杨千玉遭受的可怕神通 刘云苗眼中闪过一抹畏惧 但面色却无比坚定 陡然飞升而出 竟然要帮助杨千玉 阻挡着可怕的神通席卷 杨千玉看到刘云苗这般举动 眼神不禁震动起来 却是连忙开口喝道 刘云苗 你挡不住这些家伙的神通 快退下 杨千玉很清楚 刘云苗不过补天境初期 此刻阻挡完全就是浮游汗数 甚至是自寻死路 因此出生喝止 而在此刻 刘云苗却是面色坚定无比 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信念 哪怕是死也要坚持 看到这一幕 雷戎等内门弟子 则是纷纷面露讥讽之色 雷戎更是开口嘲讽道 哼 你们这么护着夜晨那个家伙 可是结果呢 这种情况下 那个家伙能护住你们两条忠犬吗 雷戎话音落下 忽然有一股狂暴无比 气吞山河的浩荡伟力轰鸣而起 震慑众人心神 都给我滚 夜晨的怒吓声响彻云霄 同时众人目光惊骇地 看向黄泉风大殿 只见大殿绽放出 无尽恢弘的星光 气势磅礴至极 这星光一出现 便将雷戎等人的气势 彻底碾碎 星光震荡之际 撕裂环宇的浩荡伟力席卷 一道道星光伴随着 无上的黄泉气息 陡然将杨千玉与刘元苗守护其中 而在大殿上方 璀璨星光竟然凝聚出一副 灰弘无敌 煞法天下的可怕周天星斗图 星斗图转动 无尽星光流转 不但将雷戎等人的神通 纷纷挡下 还将整个黄泉风笼罩其中 狂暴的伪力爆发 一明明登上黄泉风的弟子与长老 猝不及防之下 都被这浩荡星光驱逐而出 被赶到黄泉风外 看着星光璀璨 气势挥洪磅礴 仿佛能够震慑珠天 守护着整座黄泉风的星光屏障 雷戎等人脸色阴沉不定 而到来的诸多长老 也是目露寒光 叶辰不但驱逐了一众弟子 更是将他们这些长老 也用大阵驱逐 这是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而此时 雷戎等人看着星光屏障 眼中闪过一抹不甘与忌惮 他们的脸色都略显苍白 显然方才被大阵冲击得并不好受 没想到 这黄泉风竟然还有这么可怕的大阵 这个该死的小子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 哼 叶辰不过是一个天神境 就算是掌握了大阵又如何 迟早有一天 我要将黄泉风从他的手里抢过来 让他知道 他根本配不上如此宝地 黄蓉眼中杀意流转 他越发愤恨叶辰 对着黄泉风也越发觊觎 只是此刻诸位那门弟子都很清楚 他们感受过刚刚大阵爆发而出的伪力 他们根本无法撼动 甚至还会被反噬重伤 因此也暂时放下了抢夺黄泉风的想法 而在星光屏障之内 杨倩玉与刘云苗抬头看向天穷之上的周天星斗图 两人对视一眼 眼中都是诧异神色 他们哪里知道 叶辰能掌握如此大阵 见到这么多同门弟子前来抢夺黄泉风 秉着心中正义前来帮助叶辰 现在看来是他们多此一举了 而在这时 黄泉风大殿的殿门敞开 叶辰站在大殿门前 冷眼扫了扫外面的诸位弟子与长老 随后目光温和地看向杨倩玉二人 杨兄 刘云苗 进来一续吧 叶辰露出笑容 手里更是出现茶壶 里面是用黄泉灵水泡的灵茶 茶香四溢 让杨倩玉和刘云苗都露出惊讶之色 外界众人看到叶辰此举 不由得脸皮乱抖 叶辰在他们面前如此轻松惬意 甚至还邀请杨倩玉二人喝茶 这是完全没将他们放在眼里啊 该死 雷蓉眼中杀意席卷 忍不住开口怒骂道 而此刻 诸位长老的目光闪动 也都放下了抢夺叶辰黄泉的念头 毕竟黄泉风的周天黄泉阵 威能强悍 他们想要打破大阵 也要废些手脚 更何况 就算抢夺下来 若是惹得五段仓震怒 也讨不到好果子吃 此刻 黄泉风外的弟子与长老们 都是心思各异 但基本都放弃了 抢夺黄泉风的想法 唯独一名邪靶子脸的长老 此刻却是面露阴险之色 气势爆发 叶辰 这名邪靶子脸长老 看着将要带杨千月二人迈步 走进大殿的叶辰 陡然开口喝道 嗯 您有事吗 叶辰看对方的神色 便知道他不怀好意 不过还是客气地询问道 这黄泉风 灵气充盈 但是却不适合你 你现在这个境界 用如此好的山峰浪费了 不如空献出来 你我交换 此刻 这位邪靶子脸长老 笑呵呵地说道 看上去 似乎在为叶辰着想 但谁都能看清 他眼中的阴险光芒 甚至还带着一丝威胁 我的那座天刀蜂 灵气也是不俗 刚好适合你 你我交换是最好的选择 不然 你就算是首席弟子 在六道宗也会遇到麻烦 到时候 我可管不了你 邪靶子脸 此刻连掩饰都没有 简直是明目张胆地 威胁起来 听到这话 杨倩玉与刘云淼 不由的目瞪口呆 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无耻 而此刻 其他长老也是盯着斜靶子脸 一脸的鄙夷与恼火 他们怎么没想到这一招 明抢不行 但能按着来 威逼利诱 想必叶辰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也不敢拒绝 此刻 甚至有长老气不过 忍不住开口讥讽道 丑长老 您还真是好手段呢 华长老 这话您可说错了 我这是为夜晨着想 怎么能说是手段呢 这位斜靶子脸长老 名为周静 此刻看到夜晨沉默 更加自信 感到胜券在握 不由地看向夜晨 笑呵呵地说道 夜晨 你觉得如何 好 夜晨文言 也是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见状 周静目露欣喜之色 我觉得 不怎么样 夜晨接着说道 此话一出 周静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 身上狂暴的气势 陡然席卷而出 甚至有杀意弥漫 周静怎么也没想到 夜晨竟然敢拒绝他的要求 他的威胁都已经表达得那么清楚 夜晨却当众搏他的面子 这让他恼羞成怒